大家好 這次由香港高鐵站就到福田了 我們在C出口出 這裡都是很多人介紹的食店 在Coco Park裡面 周邊的環境都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這一間海門魚仔 我們進去都看到有很多食物 但是如果你問我會不會再光顧 我想我就不會再光顧了 這個紅色的花甲蠻好吃的 你看到後面兩瓶的湯 其實它是攬大的 裡面的份量其實不多 然後最失望的是湯 不是燉湯 是滾湯 真的超級失望 滾湯 這些就是我們點的食物 外面有些雪糕和甜品是任的 我們去了一間比較人氣的阿嬤手作 我們吃東西的時候已經訂了一些飲品 一進去就有很濃郁的香味 飲品都真材實了 有很多材料 而且都很好喝 都非常推介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然後我們繼續走 下面的地下街是很長的 可以逐一天都可以 我們去了領戰中心 那裡的食店 有些食店是超級多人排隊的 我們去了媽媽GOOP介紹的MELAND 但是看到價目 198人民幣一次 我都覺得 沒有進去 但是你說月票和貴票我都沒有買 因為我都不是經常回內地 那我們選擇了這個 500元充值 送100元 那每一次小朋友 25元一位可以任玩一天 撈金魚啊 還有後面呢 一些沙啊 還有一些小小遊戲 那某一些呢 就要另外額外付錢的了 但是我覺得 在這裡打發時間都沒有問題的 25元一次 那跟著就跟Figure拍一下相片 在周邊 我們就回來了 沒有特別去其他地方 那也都分享我小朋友一些的作品 那現在我們回內地要有黑馬了 那首先呢 我們去到WeChat的 去到發言 小程式 Search 海關旅客指尖服務 進去呢 我們填補回入境健康生命卡 買高鐵票 我們可以去12306的官網 去我的註冊 用戶名用字母和數字登記 那名呢 那名呢 記緊用簡體字啊 其他資料呢 要對回你的回鄉卡 確保沒有問題 手機號碼可以選擇 152的 那如果你電子郵箱呢 你不寫的話呢 他就會送Message給你 你就確認身份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們買票了 那大家都留意到 福田的班次是比深圳不少很多的 那記緊大家呢 都早一點去到高鐵站 那買票我們可以最多選擇 五位的乘車人 那這次我們是三大兩小 而那兩位小朋友還是小過六歲的 那跟之前都是一樣的 寫回簡體字 對回你的回鄉卡的資料 那成人那裏呢 可以解回小童的 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那這裏就會彈出來 就說如果是六歲以下呢 其實就不佔座位 就不需要付錢的 那所以我們只剔了三位 只付三個人的錢 那這裏呢 就是付費的方法 我用了信用卡 但是我回到內地呢 我就會收不到訊息的了 所以呢 其實我都 如果在內地的話呢 我就買不到回程的票了 那大家都可以 用回十名登記的支付寶 去付款 會比較方便的 對啦 然後呢我就選擇我買的票 剛才說到呢 兩位小朋友都是免費的 去到高鐵站 其實我看到他們都沒有查 但是我都在高鐵票那裏呢 加回兩個小朋友的名字 那去回我那張票那裏呢 卡回到大人那裏 就可以帶一個小朋友了 那就可以 選回添加一位的小朋友了 六歲以下的 那去到我們就要搭地鐵啦 我們現在可以用Alipay付款的 那我們去回Alipay那裏 點擊跨境乘車馬呢 就可以用一個乘車馬搭地鐵的啦 如果以上的資料有更新或者有錯漏 都請跟正我 多謝收看